聊天室不要鬧好棒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阿菜 我們現在呢正在飛機上 然後準備要出發到大阪 學育做單天的快閃 所以呢 好讓你們看一下 這個椅子是可以整個躺平的椅子 所以呢 走吧 我們一起出發到大阪去 我的旅遊跟一般人的旅遊應該比較不太一樣 所以 記得要看我喔 走 這邊帶你們看一下一些 小小小東西就對了 這些 案件 然後躺平基本上就是長這樣 現在馬上躺平給大家看 投眼躺平 基本上呢 這樣是完全躺平的狀態 然後旁邊還有很多人在登機 這樣很奇怪 所以我們趕快還是先坐起來好了 我想說為什麼有這麼怪異的人 這個是可以打開的 基本上在起飛降座的時候呢 東西都要收到裡面去 然後耳機也在這裡面 然後一個小小技巧就是 你在這邊呢下面可以看到這個東西 然後你把它打開來 但是可以放鞋子 然後你把它關起來之後 往上拉它就會鎖住 所以你這樣就會打不開 所以你要把它往下推它可以再打開 就有很多人會不知道 所以在那邊稍微教導大家一下 然後等一下可能帶你們去看個廁所吧 廁所有很多非常多的小機關 然後飛機上啊其實有很多開關跟小秘密 那現在阿菜呢就帶你們去看幾個 譬如說啊 你們有沒有看到我隔壁的那個座位 因為今天飛機好像蠻紅的 然後我隔壁座位這位空姐 你看他的裙子是紅色的 這位空姐為什麼可以坐在椅子上 卻不用工作呢 喔在當你坐在這個座位上的時候 你必須穿個外套 把自己擋住 然後蓋個被子 讓一客人如果是蠻細的話 要讓客人不知道你是空母人 那為什麼你可以坐在這邊不用工作 的原因是 因為他們是PX過去大阪的 什麼叫做PX呢 PX就是說 在大阪那邊的同事 可能有人生病啊 沒有辦法工作啊 或是有發生什麼事情的話 他們就是stand by 被公司抓過去 支援其他支援的人 所以他們這一層蠻細是不用工作的 然後他們的薪水 其實也有在Rio算 但是他們算是半價這樣 就你可以休息 躺過去 可以躺過去 然後再工作回來 那基本上你在PX的時候 你是不能點任何有酒精成分的飲料來喝的 因為如果發生什麼事情 你也是在這班飛機上 你也要跳出來馬上支援 哇 我這頻道真的學到好多喔 好棒喔 你們要不要趕快幫我訂閱一下 所以把小鈴鐺打開 然後啊 剛剛阿菜啊 就是把這個椅子扶正的時候 因為準備要起飛了 把椅子扶正的時候呢 你會覺得很奇怪說 欸那這樣 你怎麼知道椅子到底是調正了沒有 來 在這邊給大家看 你會看到這邊有一個小綠燈 好 當你椅子調正之後呢 那個小綠燈就會亮 如果你的椅子是不正的話 你的小綠燈就是不會亮的 所以空腹也會很輕鬆的知道 你的椅子有沒有調正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有一些組員的身高 不夠高 有時候要關那個 overhead compartment 然後關不到的話 或是客人要求你幫他拿東西的話 如果你拿不到怎麼辦呢 因為其實你伸進去那個 上面的overhead compartment裡面 其實蠻深的 好那這邊又有另外一個東西 有沒有看到那個小凹槽 這個 這個小凹槽 好那個小凹槽呢 就是讓你把腳踩上去 頂上去看上面 在檢查的時候 可以檢查得更仔細 所以你不用爬到椅子上 椅子不會髒 就從那個小凹槽踩上去就可以了 飛機上所有的東西 你能看到其實他們都是有用途的 只是一般人可能會不知道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把電視打開 按這按鈕就會自動彈出來 然後那你就可以用手在上面滑 或在上面點 然後呢 桌子 桌子是這樣 它就會出來 然後這樣就可以打開 然後這樣就可以打開 然後這個呢 然後一下就是 其實大白雲 我們是 Airbus 空巴士 以及波音 都有在飛 所以就不一定 找 不一定你會飛到哪一班 然後我們今天飛到的是 波音 777 300樣 然後這一班 我看到很幸運的是 波波 有網路 所以你在飛機上其實也可以買網路 那我們來看一下飛機上買網路呢 這邊上網呢 你可以選擇一個小時 同時真的是美金9.95元 然後6個小時以下是12.95元 航班66個小時以上 就是你要全程都用的話是19.95元 感覺如果很需要的話我覺得還是蠻划算的 像我就很需要 沒有網路會撕掉 然後大家要記得喔 基本上呢 你的那個網路啊 要在1萬尺高空上面才能使用1萬尺喔 所以它在起飛降落的時候 我準備降落的時候是不能用的 不要隨時隨地就想要叫他們退錢 哈哈哈哈 好啦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那個 Sipbell sign已經off了 表示我們現在可以起來行動了 走吧 好我們現在呢 你們看到這個東西嗎 這個東西啊 就是 我們平常上飛機要檢查 檢查裡面的 譬如說氧氣筒有沒有到位啊 然後這些equipment 他們有沒有被使用過 使用過就要更換 然後如果沒有被使用過的話 就要看看他們有沒有到標準值 才能維護大家的安全 然後空服員的行李都放在這裡面 好啦 我們現在進來的地方就是廁所 全飛機上最髒的第二個地方 因為第一個是機長室 呵呵 你們剛剛看到外面橘子呢 就是當你在廁所裡面 有發生什麼意外或是需要空服員的時候 你只要按下這個按鈕 這個按鈕 召喚空服員 外面那個燈就會亮起來 他們就會知道你在裡面可能有一些困難了 啊平常不要亂按好嗎 那不是沖水 沖水在這裡 好在這邊給大家看就是 譬如說呢 在廁所裡面啊 我們一上飛機 這些東西 也是我們要趕快把它擺設起來的 例如說呢 這邊下面有一顆小按鈕 你只要你把它按下去 它就會自己打開 然後打開來裡面呢 可能 多餘的東西就可以放在這邊 然後當裡面沒有的話 你就要不回去 這樣其他空間要清理廁所的時候 就會更方便 平常也不要給我亂開它 好不好 把關起來 然後再來呢 就是這個地方 如果女生 你到了廁所裡面 然後你剛好發現 你實力起來的時候 你沒有衛生棉 那也沒有關係 我們有一個很貼心的地方 登登 這個不是垃圾桶 這裡把它打開 然後裡面就會有衛生棉 然後 讓你試用 有沒有覺得很貼心啊 這些可能都是你們一般不知道的小技巧 好啦 我們剛剛逛完 逛完廁所 我剛剛逛完廁所 怎麼都發音不標準 我剛剛逛完廁所呢 基本上 因為我剛剛不在 然後這個時候 前面的姐姐 也是在上路上的客人 她會一個一個來打招呼 跟你徐寒問暖一下 然後給你看今天的餐牌 大家看一下有前菜 然後主菜 然後啊 如果你有機會 飛到 這個航班 這間航空公司的商務場的話呢 有一個叫做 港式奶茶 Hong Kong Milk Tea 你可以點 因為我覺得非常好喝 每次我上班的時候都會 都會偷喝很多杯 也沒有偷喝啦 光明正大的喝很多杯 但是呢 有時候空姐們 如果是滿機的話 他們真的會很忙 所以 也請們體諒他們一下 然後在這邊 也要跟大家宣導一下 這個東西 就叫做 零錢務事 這個是我最喜歡的 呃 一個 一個環節 就我們在飛機上 都會附發這個給大家 然後這個就是 讓你把多餘的零錢 你可能出國 有剩下的零錢 你已經不會花到的 其實呢 呃 也沒辦法換新 換鈔票 就是他不夠多的一些零錢丟進去 然後丟進去 你就可以幫到非常多的人 所以你一點點的零錢 大家 很多很多的零錢聚集在一起 就可以 幫到很多所需要的人 所以我等一下 從家裡帶了很多 我的零錢 不同國家的零錢 然後我可能沒有辦法 用到他們了 不過我可以投進去這樣子 然後呢 這個東西叫做 UNICEF Change for Good 就是說 呃 每年當 發生海嘯禍亂啊 危險兒童生命的時候 他們就會 呃 用這些零錢故事 來提供他們水啊 或是說 需要的 東西 改善生活環境 拯救兒童的生命 所以 大家 記得喔 然後 然後在出餐的時候 就是漲漲 現在呢 呃 空服員們準備要出餐了 然後他們出餐的時候 會先幫你上一條 Table Club 就是Foodie的桌子 那基本上我們今天 我在飛機上其實很少用餐的 因為我覺得第一餐太胖了 然後我不會再分享吃東西 如果你們很想看的話 因為我們實在太常飛了 那下次 再來做一集 就是有關飛機商的餐點 好吧 那我們現在趕快來試試看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們來試試看網路 可不可以用 OK 那現在我們把東西都輸入進去之後呢 我們就 打上這個 輸入代碼 成功 網路可以用囉 大家 就是這樣子 就是 然後我們順便看一下 我們能不能在上面看直播好了 喔有有有 直播可以看耶 欸有耶 我在飛機上看UC的直播耶 呵呵 你們很感動 我們到囉 Crew Mill的用法 點進去 哇 在飛機上也在看影片耶 你們好不好看完看我的影片 有一點慢就是 不然是可以看的 還蠻順的啊其實 欸都沒有轉圈圈耶 好棒喔 欸我這樣以後可以無情工商耶 在飛機上瘋狂的工商 然後請旁邊的人一起玩 就是打遊戲之類的 就是對戰 但是在這邊請提醒大家一件事情 基本上呢 你不能在飛機上跟別人Facetime 這個是違法的 知道嗎 那這樣的話 我就可以在飛機上打遊戲了耶 哇賽 我可以在飛機上打遊戲 我的人是 又獲得重生了 好啦各位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裡了 記得把我的影片share出去 給你身邊的人看 然後還有 訂閱我的頻道 以及打開小鈴鐺 隨便幫我追蹤一下 Facebook還有Instagram 我們下次見囉 欸羊羊羊羊羊羊羊 來對打啦 快點快點你上線 你上線啦 來對打啦 我絕對不會累你的啦 我現在在飛機上也能打啦 快點